在我身旁是一台大通G20 关于这台车 我采访了它的车主 我也逛了逛它的论坛 我发现每一个人都提到了这台车 这样一个优点 就是空间大 说到一个MPV的空间大 咱们得先聊聊 最近刚上市的 长得像高铁 纯电的空间很大的MPV 这台车的推出 它带来了一个车内得防率 这样一个概念 它就是看你车内有效空间的长度 占你车子总长的百分之多少 这个车的有效空间的长度怎么算呢 它是从你驾驶员踩踏板 然后脚后跟的位置 一直到车后备箱门槛的那样 纯电MPV 它的车内得防率 算出来是大概是不到71% 官方宣称已经是很大很大了吧 这台大通 我大概骑凉了一下 这个车的有效空间长度 大概是3870毫米 这车的总长是5198毫米 所以最后算下来 这台车的得防率是74.45% 当然了 我这个数据肯定是不准的 毕竟我是大概估计着 那个位置凉的 虽然说咱这数据不准 但是这台车 它内部空间给你的实际感受 那肯定不会说谎 对吧 那咱们现在就坐上车 给大家实际感受一下 我现在坐在第二排 大家可以看到 我可以轻功敲二郎腿 然后我这个垂空间 你一看大概有多少 然后我甚至够前面空调面板 我还得往前弯点腰 而且我告诉你们 第二排坐椅 现在是在最前面的状态 你看我现在往前调 那是调不了的 我只能往后调 不过你这个第三排要是不坐人 你把它调到比较靠后的位置 然后这腿拖上来 把它打开 靠边一躺 通风加队一开 哎呀 那比较舒服 而且这个车它不光是这样的空间够 它这个车很宽 1980的宽度 所以这个横向空间也是很不错的 第二排你别看它用了两个这种比较大的独立座椅 但是中间的过道其实并不窄 你进入第三排还是比较方便的 当然第三排这个座椅也是可以调节前后的 如果你要说坐人的话 肯定就是要调到最后的位置了 我现在坐在这 第三排座椅是最靠后 然后第二排座椅是最靠前的位置 所以你看我这个准备空间其实还是挺宽敞的 大概还能有一拳多 另外一点就是这个车第三排座椅宽度是很够的 我量了一下 平静下来三个座椅的宽度都接近了500毫米 这样宽度的一个座垫 你坐起来就是很舒服的了 而且你横着坐三个人也不会觉得很拥挤 还有第三排它的坐姿够高 这样你的坐垫对腿的支撑就很好 然后坐垫才是比较柔软的 另外你看头部空间也是挺宽敞的 总体来说第三排的乘坐感受是很好的 如果说这车你要真说7个人 买在7个人你长出自驾的话 我觉得都会OK 然后就是后部箱空间了 大家可以看那个座椅的滑轨 它现在第三排座椅还是在最后的状态 其实它现在的后部箱空间 其实这个近身在7座MPV里已经算是相当大的了 然后它的后部箱宽度和高度大概都是1米2 真的是非常大的一个后部箱 其实这个车你要是说全家自驾出行 你可以真的是能带好多的行李 或者说你带孩子出去 那婴儿车你随便一折就能装进去 然后我采访那些车主他们也提到了 就是说开这台车自驾 后部箱真的是特别的实用 关于大通G20的缺点 有很多车主反应 就是这个车的地板有点高 你看你要上这个车只有两级台阶你得踩 第一级台阶的高度就已经超过40厘米了 第二级大概得有60厘米 所以你要是一步迈上去 这步子多少有点大 所以家里有老人的话 这个车上车可能就有点不方便了 如果有老人可以考虑装个电踏板 这样三级台阶走上去就还凑合 也是因为地板高的问题 其实这台车车内空间的高度并没有说很高 1米20多的样子 也就是和普通的MPV差不多 但是你要知道这台车高度是很够的 1米9多的高度 如果地板能下气一点的话 其实它的车内空间的高度 我觉得是和MPV能做到完全说有一拼的 你车内空间高度高的话 其实你坐在车内压抑感 是可以大幅减轻的 大幅提升你的车内的乘坐感受 地板高带来的也不全是缺点 就是你地板高你坐姿就高 其实这台车我觉得它这个坐姿 感觉和MPV也差不太多 你开在路上感觉能和公交车司机平起平坐 那很高坐的 然后你在路上大概能看到70%的车顶 视野特别的好 这样你开的时候 你可以看见更远的路况 然后可以更早的并线 我觉得对油耗其实也是有一定帮助的 说到这台车的驾驶感受 这台2.0T的放晋 224马力 350牛米这个动力 对它来说已经是很够用了 路上开起来你觉得也是挺轻快的 变速箱是宝马同款 财富的8AP动力输出也是挺丝滑的 底盘方面前后这台车都是独立悬架 前面是麦夫逊 后边是多连杆 整体的调校我觉得舒适感质感都是还可以的 你要非要说这车开起来有什么毛病 我觉得可能噪音稍微大了一点 一方面是发动机的声音 另一方面就是风噪 但是你要考虑到这台车 它是一个14万的MPV 我觉得它的做工这方面的东西还是对得起价格 大通G20它是市面上一个非常少见的 纵之后驱的MPV 其实纵之后驱的布局放在这台车上 它的优点肯定不是什么运动驾驶 也不是什么飘移毕竟这是一台7岁的MPV 我能想到的一个优势就是它纵之后 前轮可以设置更大的转向角度 这样车子开起来更灵活 反正我开着一台车在窄户掉头的时候 它的转弯半径确实要比我预想中的小一些 我觉得对于一台接近5米20长的车来说 这真的是一个不小的优点 这台大通G20是弄弄北京站的自行车 21款的PLUS2.0T汽油尊享版 配置上可能大家从前面的镜头已经看到了 第二排座椅通风加软摩 然后电动的腿托都有 然后前排主驾驶也是通风加软摩 另外还有全景的倒车影像 不要进入感应尾门等等 配置上是相当的丰富 这台车是21年的7月份上牌 目前是3.4万公里 我们这的售价应该是14万上下 其实大通这个品牌最开始就是从欧洲LDV那买回来的平台 然后做了这些车 其实欧洲的LDV它在那边就是做mini-1的 他们做出来的mini-1就是和奔驰V竞争的 所以看到这台车和奔驰V有很多象像的地方 比如说它们都是纵制后驱的这种布局 比如说它们的尺寸上几乎一致 这台车当然要比标轴的奔驰V稍微大那么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大通G20你可以算是一个奔驰V的低价平替 如果您在寻找一个价格比较实惠 然后空间很大的MPV的话 那我真的推荐您买它 最后欢迎大家微信搜索 我们的诺诺自行车微信小程序 我们所有的载售车员都会在上面展示 如果对大通G20不满意的话 我们还要很多的MPV载售 每台车除了丰富的照片 我们还有详尽的车况报告 喜欢的话不妨在上面直接下单 好 好 感谢观看